一個部分呢我們公益性的部分 第一個是先針對這個社會因素 那社會因素因為徵收 如果我們這個捷運開發區的這個範圍 它的人口年齡結構主要是 這個捷山用地上面目前是有131戶 131戶居住 那依據這個台北市主計處的一個統計資料 那這邊居住的人口約有328個人 那年齡結構部分15歲以下大約是有56個人 那15到65歲的人口大概是有223人 那65歲以上的人口約有49人 那對這個徵收計劃對於這個周圍的社會現況的影響 因為可能在施工期間這個因為會有圍離圍起來 那所以可能對附近的一個生活啊 噪音啊以及灰塵的部分可能會有稍微的影響 但是在站體本身因為其他的地方 它是屬於那種潛頓工施工都在地下 所以比較不影響它目前的一個地面交通 那在捷運完成之後呢 因為可以提供這個居民的一個交通的便利性嘛 那所以其實對於這個這個延伸線 對於居民的一個就業、就學以及官方等生活上的一個交通需求的便利性 應該可以有效的提升 那在這個徵收計劃對弱勢團體的一個生活有沒有影響 因為結三用地目前原本是第三種住宅區啊 那所以在完成開發之後呢 應該可以提供這邊的住戶更便利的一個生活 那如果說在這個用地採除的範圍內 有台北市政府就是列館的一個弱勢族群的話 那經過這個如果查證屬實 那捷運局這邊呢也會簽報補助 也會盡量減低這個弱勢族群的一個影響性 那在徵收計劃對這個居民這邊的健康風險的影響 因為其實主要本基地是土地開發的一個大樓 那主要設置的話是捷運的出入口 通工井等等一個共構的興建設施 可能在施工期間呢對居民有一點不便利啦 但是在本計劃開發完成之後呢 應該可以有效的減少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啊等等 那應該有助於提升這個居民的一個生理健康 那在第二個部分經濟因素的部分 那這個徵收計劃對稅收有沒有影響 在可能在建物拆除至建物興建 這個開發大樓興建的期間呢可能略有影響 可是在開發之後呢 因為可以提升這個土地的一個使用效益嘛 那也可以增加周邊的一個商業活動 那所以應該對稅收呢應該是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那在這個糧食安全的影響部分 因為我們本身捷運開發區的用地呢 它是原本是一個住宅第三種住宅區的土地 所以它並沒有農牧用地啊一些農地 就是在種稻啊等等的糧食生產的用地 所以對這個糧食安全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那在這個徵收計劃對於這個減 增減這個就業以及轉業人口的部分 因為這個用地變更前是第三種住宅區 那所以在這個土地開發大樓興建的期間呢 原本一樓的店面齁 如果有營業的可能會面臨就是停業的部分 所以可能會在施工期間會影響到一些就業的人口 但是在這個土地開發大樓完成之後呢 因為大樓有設置這個捷運的出入口齁 那所以應該可以帶動這個周邊的一個商業發展 那所以未來也希望能夠帶動這個商業以及住宅的發展之後呢 可以增加這個居民的一個就業機會 那應該對整體的就業機會應該是有正面的影響 那在這個徵收的費用以及各級政府 新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的一個負擔情形呢 那本計畫的這個經費呢 都已經列入這個信義縣東延段的特別預算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五個部分在農林與木業的產業影響 因為大家有提到就是我們這邊是屬於第三種住宅區土地 那所以對於這個沒有這個農林與木業的一個產業存在 所以對這個部分是不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那第六個部分是對這個徵收計畫對這個土地完整 利用的一個完整影響完整性的影響 那因為這個是結合這個交通建設以及土地開發 然後希望能夠促進這個區域的一個都市更新嘛 那所以呢希望這個信義縣東延段R03的這個捷運開發區的捷山用地 它如果興建完成之後可以帶動這個區域的一個更新 然後也可以提升這個土地的利用價值 那第三部分我們在文化以及生態的因素部分 那這個徵收計畫會不會導致這個城鄉自然風暴的一個改變呢 那因為我們這個R03的這個捷運開發區捷山用地 它是結合這個交通建設的一個土地開發的計畫 那所以它應該是可以帶動這個區域的一個發展 所以應該有助於改善這個台北市的都市市容 以及就是可以提升這個低密度開發區的一個發展 那在這個會不會有這個文化古蹟的一個改變 那因為本案的這個區域裡面呢 它並沒有公告的文化古蹟或者是生態的一個保護區 所以並不會對這個古蹟或是生態保護區有影響 那第三個部分在這個徵收計畫會不會導致這個生活條件或者是模式的改變呢 因為未來這個是提供一個捷運交通的一個建設嘛 那所以是可以提高這個鄰近區域的一個生活機能 那也可以改善就是這個鄰近生活的一個生活條件 那也可以就是使這個周邊的一個住宅區的土地得以發展 那也可以提到這個居民的一個居住的品質 那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這邊沒有生態保護區嘛 那所以對生態環境是不會有影響的 那在第五個部分對居民周邊的居民的一個社會整體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捷運設施興建的過程中 那土地開發大樓設施這個捷運的出入口 那也可以提供這個居民搭乘的一個便利性 那可以提高這個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一個意願 來縮短就是交通的一個時間 提升這個居民的生活品質 那土地聯合開發大樓 清建完成之後呢 也可以提高這個土地的一個利用價值 然後創造這個土地的一個空間 增值的一個空間 那對整體社會的一個影響呢 因為它可以銜接原本的這個台北捷運的信義線嘛 那加上這個公車的一個接駁呢 它以後可以提就是讓這個方便這個旅客呢 能夠轉成 然後提供一個舒適的一個大眾運輸的服務 所以在整體的一個社會環境部分呢 應該是有一個正面的效應 而且可以並可以節省這個旅運的一個時間跟空間 那第四個部分 我們在永續發展的一個因素呢 因為大眾捷運系統 其實它是一個綠色的運氣 那所以就國家的永續發展政策呢 以及永續的一個指標來說呢 它應該是可以節省了旅客的一個旅運時間 那也可以落實這個節能減碳的一個目標 那也能夠減輕這個原本這個道路的一個擁設 所以也可以提升這個市民的一個生活條件 所以希望就是我們在這個永續發展的指標部分呢 也可以增進這個目的 這個主要是便利性有助於整體的一個觀光的發展 那促進無煙沖工業的觀光產能等等的 使得國家的一個永續發展能夠得以執行 那在國土計畫部分 那在這個節育年開節三用地的部分 它是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的第一項第四款 來辦理這個都市計畫變更 那也在104年的9月公告實施 那我們就是以這個最小的土地使用範圍 以及最小的影響範圍呢 來達成這個最大的一個交通改善 以及道路服務的一個效能 那能夠符合這個都市計畫 以及國土計畫的一個目標 那區域內因為沒有禁止開發的這個土地 以及優良農地 那所以對於這個捷運聯合開發區的一個建設呢 應該是有效促進這個老舊城鎮的一個 都市更新以及市容的發展 那也可以使這個比較低密度發展的區域呢 能夠再開發 那期待能夠達成就是都市成長管理的一個 都市再生的一個理想 那在其他因素的部分 因為台北市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 那因為人口越來越多嘛 那沒有辦法符合這個 就是交通的一個運輸的一個需求 所以期待能夠透過這個興建捷運系統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便利這個台北市的市民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也可以有效減少就是道路上的一個優勢情形 然後減少這個碳排放 那改善這個生活的一個空氣品質 那也可以提供這個居民一個比較安全 有效率的一個大眾運輸系統 那在這個本計畫的一個必要性評估部分 那因為本計畫的目的 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連結的理由 因為這個計畫是奉行政院核定的 那都市計畫也已經變更完成 那為了捷運地下車站的旅運出入安全等等 所以依法取得設置捷運出入口 以及通風景等必要的設施 那在本街闊內建築物多為30年以上的一個四層樓公寓 那為了顧及這個地主的權益 還有居民的一個居住安全 那以及都市的一個未來的整體發展 結合就是建築物把這個接構變更 把這個接構變更成這個捷運開發區 那這個基地設置這個捷運相關的一個設施 那以這個土地開發的方式來辦理 那所以原土地所有權責可以申請 以開發後公有不動產抵付協議架構土地 款整它可以未來可以搬回這個新建的大樓居住 來減輕原地族的對這個原地族的一個影響 那這預計徵收土地是不是已經達到最小限度的一個範圍 因為信義路六段福德街這一代的這個沿街的發展其實還蠻密集的 那所以它的運輸需求量其實是還蠻大的 那所以現有的這個捷運設施可能服務上 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捷運 捷運開發區捷山用地呢 是以土地開發的方式來辦理 那如果地主 各位地主如果是選擇參與這個開發的話 之後就不會再採這個徵收的方式辦理了 那所以這個 因為這個街庫內大部分都是30頂上的一個公寓建築物 所以考量整體的這個捷運設施的出入口 通風景等等這些設施呢 所以採一併開發的方式 希望能夠達到這個區域土地最大的一個忠效 那用地勘選有沒有其他的一個可替代的一個地區 那因為這個計畫是基因行政院核定 那都市計畫也都已經變更完成 那所以透過這個都市計畫變更成捷運開發的區 那將這個舊有的一個建築物接擴呢 來更新改建 那配合這個原本的路線以及車站的位置呢 所以選擇這個用地使用應該也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區域了 那是否還有其他取得的方式 那其實如果取得用地的方式呢 第一個比如租用或者是設定地上權 那因為捷運系統它是屬於比較永久性的設施 所以其實在地面上如果有捷運相關設施 比較不以採用就是租用或設定地上權的方式來取得 那如果說各位地主如果願意就是同意捐贈土地的話 那當然這個捷運局這邊也非常樂觀其成 那也會協助各位地主來辦理相關的程序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有沒有就是公私有土地交換的部分 那雖然說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或是有那個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的一個辦法 可是因為95年以來因為市議會也質疑說 這樣子交換的話會不會有造成這個社會不良的觀感 所以在這個土地交換的作業呢 自95年以來就沒有辦理過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取得的說明 那以上說明就是本府是鼓勵就是各位民眾 能夠參與這個大眾捷運系統的土地開發 那將就是先把這個土地先行於土地所有權能協議架構取得這個用地 然後再以大眾捷運法的相關規定 來以容積獎勵來創造這個更多的空間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以架構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取得的話 那才會依土地徵收條例的規定來辦理取得這個交通建設的用地 那在必要性的評估理由部分 再其他理由 因為都會區其實是捷運帶來是非常便利的 那如果說不只是如果捷運系統興建之後呢 其實不只是交通比較便捷 也代表這個都市城市的發展 那也可以提供這個居民高效率的一個生活型態 以及產業的一個環境 那所以利益方面也是藉由捷運帶動這個周邊的一個產業的發展 那可以希望能夠打造一個高發展高度發展潛力 宜居宜型的一個國際型的一個都市 來達到生態以及經濟永續的一個發展的共融目標 那在